随着AI技术的发展 跟ChatGPT的火爆 今年的人工技能技术 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爆发 在视频制作领域 AI的技术应用也变得越来越广泛 在众多的AI技术加持下 让视频制作的门槛也大大的降低了 在过去需要专业剪辑人员才能完成的功能 现在只要会用鼠标 会认字 素人也是可以轻易完成的 今天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 AI功能的极大成者 剪辑神器 For Mora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AI剪辑的金水 说起For Mora 我相信可能大家并不熟悉 但是它还有一个中文名字 叫万星喵影 那么之前叫万星神剑手 说到这儿 相信我这个年龄的小伙伴们 对这个软件的名字就不那么陌生了 我们来到他们的官网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下载中文的版本 我们可以在官网的语言选项里面 找到简体中文或者是繁体中文 这两个选项 那么你要选择简体中文的话 它会自动跳转到万星喵影的下载页面 如果你想用For Mora 则需要选择繁体中文或者是英文版 而万星喵影跟For Mora 在本质上的功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不同点在于万星喵影 是针对国内用户的 免费的素材库除了喵影资产的资源 主要还链接了芯片厂给视觉中国的素材 而For Mora定位了海外用户 对于版权有更多的需求 同时也外接了Pixel和Pixplay等知名的素材网站 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Mac用户 在安装的时候 即便选择繁体中文 安装For Mora之后 它的默认语言也有可能是英文的 在这儿是因为你的系统里 并没有繁体中文的原因 我们需要在MacOS的系统里添加一个繁体中文的语言选项 再次打开For Mora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繁体中文的菜单了 首先我们打开For Mora之后 可以看到一些预制的快捷选项 模板成片功能可以让你一键制作短片 你可以使用For Mora强大的模板库 制作任意画幅的短片或者是片头 这里的智能裁剪 对于制作竖屏短视频的人员是非常友好的 For Mora可以一键把横屏的视频变成竖屏的内容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输出不同画幅的比例来适配不同的场景 在这儿相信 在这儿所有 在这儿相信所有做视频的小伙伴都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卡顿或者是忘词 甚至是笑场的情况 那么在后期剪辑的时候 需要一个一个的去删除这些部分 是非常非常浪费时间的 而For Mora可以去除无声片段 则可以帮你一键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导入影片之后 只要简单的调节音量的大小比例等参数 就可以快速的删除在录制时的卡顿或者是无声的画面 在剪辑Aro的时候 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工作效率 For Mora 12本次的升级也集成了OpenAI的一些功能 你只需要提供一些简介或者是大纲甚至是想法 AI就可以帮你自动且快速的生成视频的文案或者脚本 无需魔法上网 就可以享受ChatGPT般的强大AI了 那么在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AI扣相 相关的插件也并不成熟 要从视频里面扣一个人或者是扣一个背景 是非常需要花时间的体力活 那我们需要一帧一帧的去扣 非常非常之麻烦 那不管你用的是PR AE还是Final Cut 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谢而亲的FMora的AI扣图 让这件事变得异常的简单且快捷 在这你可以使用绿幕扣相 智能扣人相 跟智能去背景 实现大多数影片里的扣相效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智能扣人相 它可以一键把任何视频里的人物扣出来 当然它前提是必须要有人 动物跟其他的物体是无法识别的 那你可以使用调节按钮 调节的边缘的厚度跟语化的程度 来控制扣相的精准度 那么如果你需要更精准的扣相 则需要去智能去背景了 在智能去背景里 你可以自定义扣出影片中任意的物体 方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用画笔在你想扣的物体上 这么画几笔 FMora就会自动的识别出 你想扣的物体的范围 之后我们可以手动增加选区 或者是精气程度 你甚至可以通过透明的背景 纯黑背景 甚至是alpha通道 来查看选区的万一效果 这些都是在很高级的软件上 或者是插件才会有的功能 来进一步的增加扣相的精度 当然如果你想要极致的扣相效果 还是要通过扣绿或者扣蓝来实现了 FMora也提供了绿幕扣相 而且还提供了扣纯黑跟纯白等其他颜色 在这儿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来自行选择 那么一支视频是否出彩 声音的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FMora的音频面板自带了音量的自动化处理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控制不同的片段的视频 音量的标准的统一 我们在日常视频的制作中 经常会碰到人声跟BGM的音量 掌握不好的这种情况 在我的视频里之前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会有很多小伙伴跑到我们留言区来吐槽 FMora自带的音频闪避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只需要选择影片片段 打开音频闪避 你就可以看到背景音乐在有人声的部分 会自动降低音量 而在没有人声的部分 它会恢复到默认的音量 这样可以很好地控制人声 不被BGM的声音所覆盖 让人声和背景音乐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完美的平衡 那么对于一个YouTuber而言 找素材真的是非常非常浪费时间 且头疼的一个问题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心仪的素材 要么下载下来的时候发现是收费的 就算是不收费 下载下来之后 你传到YouTube上 也有可能是版权无法使用的状态 而FMora12内置了很多知名的免费素材的网站 简直就是我们这些没钱买素材人的福音 它的内容涵盖了视频音乐照片动图以及动画 而在这些素材里面 我们不用在耗如烟海的素材里面找哪些是不花钱 哪些是花钱的 那么我也尝试了在FMora使用了一些棉板权的素材 基本上在YouTube上都是可以用的 整体看起来它的可用度还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FMora内置了海量的模板 从字卡到转场 甚至是各种特效 可以让使用者快速的上手 大大缩短了痛苦的软件学习过程 那么今天金水介绍的功能 也只是我使用这段时间 对我工作流有很大提升的地方 那我相信这些也仅仅是FMora 众多功能中的冰山之一角 色彩匹配 运动追踪 免费素材库 甚至是视频特效 美颜 这些以前都是在PR或者Final Card里 需要通过插件才能实现的功能 而FMora则是把这些 随便一个拿出来卖 都可以大几百块的功能 全部整合到一个软件之中 那么用户可以非常轻松的 使用一个软件 完成视频中所有的制作工作 而并不需要跳转到其他的软件 不仅大大的提高了 使用者的制作效率 而且也真正做到 让新手小白也可以制作出 非常精美且专业的视频作品 我相信FMora12的问世 标志着AI技术 在视频领域的应用上 迈进了一个新的台阶 随着AI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人工智能代替大量人类工作的可能性 这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里面的预言 而是正在逐渐一步一步成为现实 那么小伙伴们觉得 这样的未来离我们还远吗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你学习剪辑的时候 对你有一些一些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么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们记得点开那个 订阅的订阅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